阿公守关羽,请战华雄 什么?你一个小小的公守,竟敢口出狂言 你我们众猪猴没有大将军了吗?插出去 这是武圣关羽第一次在众猪猴前露面 没想到却被人看不起,而这已经不是三兄弟第一次受炉了 早前三人刚来到陈流,准备参加陶董联盟 不料到了城门口报过名号,却吃了闭门羹 有什么?关什么?没听说过,袁将军请你们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既然没请,就快快离去 城关内都是群英俱义,没你们的作息 走吧走吧,赶紧走 暴脾气的张飞一拳便将这小兵打饭 冲突一触即发之际,是曹操出现帮三人解了围 并将他们带了进来 进来后,众猪猴压根瞧不上三人的身份地位,揭面录彼仪 而此时,董卓派军叫阵 华雄一人便将袁绍为首的十八路诸侯堵在了城内 于是,攀奉两位大将出去对战 可还不到两回合的功夫,两颗人头便被华雄收走 众诸侯顿时慌的一批,皆不愿在派自己的爱将前去送死 即便如此,关羽战出身来请战 依旧遭到了袁束的冷言嘲讽,唯有曹操慧眼识珠 公路兄,息怒,你看,此人既敢于请战,必有永略,为何不让他试试 是一个小小的弓手出战,岂不是让华雄耻笑了 公路兄,请看,此人生的卧眉凤幕满面英雄气 华雄又怎么会知道他是个弓手 关羽向盟主袁绍保证,如砍不下华雄的头,就砍自己以谢罪 刘备也走上前来信誓旦旦,说如若关羽不胜,三兄弟便一同赴死 曹操十分欣赏三人的义气,当即命人道久,要为关羽撞行 可关羽十分自信 这是关羽的成名之战,只见他策马奔腾,长刀拖地,浑身杀气,却瞬间逼近华雄 下一秒,直接居高临下,劈出一刀,稳稳压制对手 关羽只用了三招,华雄急命丧当场 宛如战神一般的关羽,提着头颅走进大仗 众人皆是满脸惊愕,唯有刘备无比淡定 仿佛关羽斩杀华雄是理所应当的事 曹操见状,接过酒杯摸了摸,酒上温热 斩杀华雄的关羽从此一战成名 经关羽一战,刘备几乎空手套白狼 成功完成初级蜕变,有了上桌的机会 然而,刘备名为诸侯,可待遇却和其他人天差地别 袁绍答应的兵马良响,不仅没有见到 连派出去交涉的小兵也被胖揍一顿,赶了回来 刘备知道这原事兄弟就是存心在恶心自己 相比之下,还是那个叫曹操的,看起来比较顺眼 说话间,曹操竟拉着两车物资,扣开了刘备的营门 真的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此时两位接心怀天下,日后却不死不休的对手 开启了第一次关于天下大事的头脑风暴